薛奎学艺,他这学艺可费劲了,不是为了让他多念些书吗? 哎,武艺的,还没得可说,怎么办?是一学就会,哎,特别灵统。 唯独这个文采方面,这书全记不住,人之初姓本善,赵前孙李周正王。 啊,什么这这这天女元皇,女众洪荒,这这都不行。 哎,这位老师来了,行了,叫这破老道。 哎,有的家人按叹一口气,叹气看来,这玩意真是怪啊,事前事务就这么有意思。 你说,咱们这小公子还非得这位教? 你这信心不信心,感情他是连交文在交。 开始啊,薛奎也想把他打跑喽,不用打,碰他两下,撞他两回,他自己就走了。 这位先生可不行,怎么,撞不动,他撞的一拳打出去,用的力气还真不小。 奇怪,把薛奎吓坏了。 怎么,这个拳呢,已经就打在这位道人的胸窝下。 哎,可但是呢,这全都回不来了。 贴那儿了,哪儿是贴那儿的,吸住了。 就是一瞬间啊,不是这一下像表交似的,当一下贴那儿,把棉下来。 那不行啊,叫这一招,要快叫啥了?当时把这个力气去撤了。 他力气撤了,只见了,啪。 他,开始这位道人,是往回一收着斧,吸气收斧,摘死了,啪了一下,武术上这招叫杜打,不用拳头,脚,肚子就把你打了,啪了一下子。 这薛奎这一条一跟头就出去了,整口撞在山墙上,把咚咔嚓哗啦。 靠北一大条哗啦一下,都掉下来,把外部家人吓坏。 怎么,我家小少爷,瘦小枯干啊,皮包,紧得住这一撞,其实再撞六回也没事儿。 道爷心里头有树,哎哟,薛奎半天才爬起来,老道不管他,过去把他给扶起来,哎呀,孩子啊,你这摔着碰着没有,快起来起来,担任陈土没那事儿,自己起一步。 薛奎慢慢扶着墙站起来,他就只有自己的把拉膀子,有点发梦,杀了。 他再看这位道人,心想,这是我师父,我得客气点,人有真本事儿,半仙之体,神人。 薛奎啊,在这个武术道上,他还没算开呛来,他还不明白这个气功是怎么回事儿。 武术,武术那连一口气,外边筋骨皮啊,启气大人,可太厉害,哎,按现在,经过不少专家学者研究,哎,肯定的这个气功,是符合科学的。 不是这个说的神乎其神 是怎么怎么回事 这就悬了 实际这个气功也是炼好了 怎么叫炼好了呢 就是炼正了 这个气功不是胡炼 炼不好 不单 无异于身体健康 相反不是吗 还有损伤 如果要炼邪了 那小手伙入魔 炼着炼着 就顺着六楼 抬腿由平抬就想出去 愣瞪眼说摔不着 那下来还不摔表了 那不行 这气功不是瞎炼的 他的这个力量是无限的 怎么这么说 您就拿这个太极来讲 那是多柔和呀 好像是一关清水 那微微的波拉 风吹水面 在太极 兴起功内的时会 其实啊 怀里像抱着一个起乎 但是你就看他那两间这么一晃的时会 就这一晃 你说他有多的力气 他就有多的力气 那这没撞上 你撞上一根那就出见 您别看对方各处力气了 那不行 你可了不得呀 所以这个道家今天就用的是 这一口气 就把薛奎给置 薛奎跪那儿不起来了 你一定得收下我这个弟子 道长微微一笑 妈妈 我就是为你来的呀 啊 起来吧 起来吧 你要跟着我好好的 念武 尊命 习温 学会拿给他 怎么 他少两只知乎者也 但是呢 不敢搬杠 这牢牢实实答应 从此 道人给他立了一个规矩 记住一朝五 就得学几个文字 就这样齐头并进 哎呀 他跟道人这一学呀 这那哥哥呀 这那薛奎啊 也长了能的了 其实道人还没怎么十分教这个薛奎 但是他就从旁边看 他就学了很多东西 看来不管是看什么学什么 这个人首先要具备一条 那就叫悟性 悟性 那就所谓干合适 私合理 干什么 琢磨什么 卖什么 邀我什么 怎么同样的东西 人家怎么就卖的那么好呢 你这怎么就不行 除了天时地利之外 那这得找找这原因 这玩意儿得动脑子 得琢磨 文国之道是一个道理 一晃的公司几年 道长 把薛奎叫过来 哎呀行了 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此地 你呀练成了 我给你两件东西 一是一队八朗紫金锤 使别的兵器使不了 为什么 这力气抬大 只有这队锤 趁手 就拿着合适 然后又教了他一套锤法 随后呢 道人要送给他一批坐地 这是道人最心爱的东西 哎 就这个 闪电雪花托 就这骆驼 告诉他 说是磁带 就是走马当中 他是王子 所有的马迪跑过头 告诉你 什么叫千里独行托 什么叫万里飞行托 这就是万里飞行托 之中的一种 你要好好的喂养他 他不要大意 什么样的战马列马呀 跑不过头 你也没啥快 呵 死亏乐坏了 咱们还这么美呀 整天高个骚骚的 骑在这骆驼上 有事没事转三圈 等老师要走 就会受不了了 哭得三行鼻子两行 舍不得老师走啊 连纪乱英夫人也掉了来 你这这是恩施呀 恩施 哎 这可了不得 您怎么就能这样走了 怎么报答 怎么来贴尸呢 一概不用 道人唯唯一笑 夫人 不必如此 这就是原法呀 这个原分啊 哎呦 连丁老远来 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这个这个 大培严严 送这位道长 那道长当时也不挑战 什么叫不挑战呢 不是说你这 我一出家人 你肉山九海 干什么呀 哎你们该吃什么吃什么 自己呀 酒也不动 买荤菜他也不吃 就简简单单吃了点 然后就告辞 全家往外送 师生 撒零儿别 老道没哭 薛逵受不了了 连学条都掉的累了 舍不着老师走 老师临走 嘱咐他要好好的练舞 日后要报效国家 造人飘然而去 薛逵 照旧练舞 但是 这也是十五六的小小伙子嘛 也不算大小伙子嘛 但是也也懂了不少事儿了 可就在这时候就出了问题了 什么问题 天天和人打架 哎呦这下 把富人可急坏了 兵老顿买也着急了 怎么 他跟人打架 据说是每次都是薛逵先还打 就打人的种就受不了了 你如远的帮 给他一嘴巴 人家薛逵本人啊 没怎么地 你再瞧那位 那那手啊 肿了 第二天 胳膊抬起来了 一万总人 我打的薛逵打的 这还了得 你这整个的全村拿他当妖怪 这就是同情铁骨 碰不得 这个事儿还差一点 哎 刺激薛逵是什么 就是这孩子 是个爷娃 爷娃啊 叫爷孩子 为什么这么说他 有母妇啊 哪儿蹦出这么个小零公崽子来 说好了 他使他字里蹦的 说不好 你说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你这时候就受不了 他听不下去 他就要跟人动手 一动手就被人给打坏 老袁买受罪了 花了钱不要紧那么大岁数 东磕头西倒拜 那人也不干 怎么 你这 你这 你不管怎么说吧 孩子们朝两岁嘴 也不能把这孩子弄残疾了 你这怎么回事 这后来 大人跟着也议论纷纷 这最后就问母亲呢 怎么 那我这父亲是谁啊 服人为难 怎么 女儿几个藏身在黑龙村这个地方 一直 几乎就叫隐姓埋名 开始的时候 夫人还能够敷衍 你夫人是做生意的 姓季 她这个做生意呢 她哪都去 本来什么都跑 不能经常在下 有时候一出门三年也是她 五年也是她 但是 这这薛奎不让啊 怎么三年五年 就十年八年 我都这么长了 她得回了一趟了 我得见着她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出所以然来 问急了 夫人就哭了 谁也不能跟她说实话 后来啊 也不接哪儿传出一股的风 说薛奎的生辰妇啊 是国家的叛逆 这就了不得了 薛奎啊 心直不安 她要求她哥哥 养个她哥哥 哥哥您得帮助我 大平大平 这到底怎么回事 薛奎也当不明白 薛奎这个孩子啊 非常聪明 直输大利 那不该说的话 多一句也不说 所以夫人特别喜爱她 拿她当亲生子一样 她不敢多嘴多问 但是又惹不起这个兄弟 自己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慢慢社会对她也很反感 怎么 你我是亲如手足啊 你乃同胞 是不是 你是我妈妈把你爆炸了的 把你喂炸了的 你怎么能对你这个弟弟这样 问你个实话都问不出来 有一天晚上是雷雨交加 薛奎睡不着了 他还想啊 找母亲去问问 就晚上夜静更深的啊 你俩谈谈心 母亲再不说 我就跪倒在母亲的面前 我 我我阳高阳高 让她的人家告诉我 我心里我输就行 别人再骂我 我也不动火了 我知道我是怎么一个来头 不怕我这个父亲杀人家的凶手 滚把这强盗 哪个是江阳大盗呢 我心里我输就行 就这么点要求 她起来了冒着大雨 到夫人这个房间来 她一看的屋里头 明亮的灯光 夫人正在后 丁老原位的说话 她拔着窗户上 这么一看 就快少量了 怎么的 看母亲哪 牙眼痛红 怎么回事闹眼睛 不是哭的 夫人正在跟旧父亲 和宿戒委屈 丁老原位正在安慰外甥女 断断续续的学会 就听了这么几句 知道啊 她这父亲 是曾经 惹过大祸 也不怎么提死过皇上 她没听明白 替死呆子 惊崩盛盛下 没听明白 现在国际的药犯 在哪场 明白点了 哦 原来这么回事 哎 学会敲得跟水机子一样 天都快亮了 她才回来 回到房中来 她和薛娇在一个房间 把薛娇给吓了一跳 你干嘛去了你 哎 没事没事 哥哥你甭嚷嚷 怎么 我出去方便方便 哎呀 怎么你拿点雨该 老师年间的雨伞 雨该 拿点雨伞的意思 你怎么何必交成这样 她也没说实话 哎 第二天就说自己不得舒服 蒙头睡的一天 第三天 薛娇丢了 骆驼也不见了 锤也不见了 他什么都不管了 他不会是千里行刺 我得找我这个 吓死皇上的这个爸爸是什么人 我得看这何许人也 来父子相认 你要是活着 我得把你领回黑龙村 要死去 我得把你尸骨背回来 跟母亲有个交代 到那时我看 我娘就不会再瞒着我了 好 他骑着骆驼 带着不少金银 他就上了路了 哪找去 你这这这 海底搂针这叫 大海摸锅 走哪算哪 开始这一出来 他没出过门 吃饭时候这也不懂 什么叫算清饭钱 人家跟那要钱 那就给人一块银子 多少就差 人家一看这 哎呀 公子这用不了 用不了 存着 存着 哎 在那个存上 他到下一站 吃完了给了一小块银子 人家一看 这不对 怎么 明天要的这菜 这这这这都挺 金贵的菜 哎 有个时间 我有鱼吃人 得要什么 这小块银子不够 哼 小朋友去 那边那存着呢 你上那要去 这一听 我哪要去 头头撞的 就撞到了 谢赔棍 我认为了 这个是什么事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